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葱姜蛤蜊 因为我想直接用炒的 所以挑的就是这种 喷小的 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做 那你挑的时候 要挑大小均匀的 小的就都小的 大的就都大的 我们先放一些水 让它养一养 再撒一些盐 让它变成人工海水 然后还要 滴几滴油 滴油是为了什么呢 不懂 只是小的时候就看见大人这样做的 那朋友圈有朋友知道的话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就这样让它养着 涂涂刷 两三个小时 或者半天后呢 我们拿出来 哗啦哗啦洗干净 沥干水 就可以炒了 开火 入油一点点就好 来 姜丝 葱段爆香 一定要放一些姜丝 因为蛤蜊是弹性的 紧接着蛤蜊下 全程大火 先分料酒 盖上盖子 人不要走开 一会会等水开了 锅里布满了热气 蛤蜊一个个就会脏嘴了 接下来我们动作就要稍微快一点了 开盖 从底到上 先翻匀一下 放盐入味 盐不要太多 因为海鲜本身是咸的 一点点糖掉鲜 一点点糖掉鲜 就可以起锅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热熬瓜��记错 为了上一个树子 提高不以理睹 鲜 冰菜 鱿 鱿